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官之欲是一种障碍 它蒙盖了心 也削弱了智慧 憎恨 懒散怠惰 烦躁不安和疑惑也是障碍 它们蒙盖了心 也削弱了智慧 得不到的东西 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 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 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 当有一天 你深入了解后 你会发现 原来不是你想象中的 那么美好 有志者说 所有的障碍都是无价的财富 所有的失败都是智慧的老师 所有的逆境都是幸福的开始 人性 要透过长时间的 对人生及生命的反省 改革 改革 两无器 并且在待人处世的过程中 长期培养脆炼 才稍有转化成型 趋于援手的可能 修心 就是要让心习惯两种菩提心 为了利益一切众生 而愿成佛 这种慈悲心的世俗菩提心 以及证悟空性的圣意菩提心 当你放下偏见 就会是到 硬把人分成敌友是错的 就像画壁画浅 要先将墙壁抹匀 种植之前要先整地 培养真正的平等心 就像在为大爱之道打笔击 一个人 如果不能打从内心里面 去原谅别人 那他也就永远不会有 心安理得的自在 心中装满着 自己看法与想法的人 将永远听不见 想要告诫他人 想要告诫他人时 应先自我反省 我是否在修习身体和语言上的清静 我是否已完美无缺 为细无一地修成了身体和语言上的清静 这些素质是否已在我身上显露出来呢 若答案是否定的 他人必定会说 去修习你自己的德行和语言吧 张家大师指点佛法的入门是 看得破放得下 从哪里下手 从不失 因为使我们生起痛苦烦恼的 并非无常本身 而是我们对无常的拒绝接受 和执着世间世常的错误认知 佛陀的教法一方面认为 未调伏的心境等于苦 另一方面认为 已调伏的心境等于乐和写脱 有时我们常怪别人 不听自己的话 其实自己何尝听自己的话 最不听自己的话的人 就是自己 聪明人得失心中 有智慧的人能舍 能舍就能得 得到无限的快乐 学佛而能够深刻理解到 学佛的根本义趣 进而感觉到 非学佛不可 有这种坚强的信念 才能真正走向学佛之路 而不是在佛门边缘斜脚 或者走入歧途 修行是不随顺动念的 工作中专注学习 不胡思乱想 学习替别人想 不畏自己 命运中没有偶然 一个人遇到顺境 一个人遇到顺境逆境 完全是由自己 创造出来的 要修忍辱波罗蜜 尽可能用转念 来平息怒气 和对他人的恶意 那是菩提心的敌人 其实生气 大多是自找的 但我们却老是想要 说些什么 或者做些什么 来教训别人 以为这样 就会少生点气 快乐来自内心的力量 并非由外界的事物所左右 成功会带来短暂的兴奋 与愉悦 悲剧也会将我们 推入绝望的深渊 但迟早 我们的内心 还是会回到原点 追求的 还是单纯的快乐 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内心 也会不会有 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内心 是因为我们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焦点 只有我们自己在忍受难以言喻的土 亲密关系的基本概念就是打开心胸 从众生平等的观念出发 乐意与其他人、家人、朋友甚至陌生人 真诚地沟通,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我们会用慈悲的心来看待人世间 而不是用抵对与自私的心态来对待别人 我们会活得更轻松,更有信心,更快乐 一个人,如果想要建立一种彼此满足的两性关系 最好能深入了解对方的天性如何 然后从他的本性与他建立起关系 而不是由他的表象建立起肤浅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真正的慈悲心就会派上用场了 满足来自与佛法相应的心 如果你依随此心 这自有的心 别人的批评也不会打扰到你 伤害不到你的慈悲 所以那个人的不喜欢不顾恩 所伤害到的是我们的贪着 是既往回报的我 不为痛苦而烦恼 以不执着快乐的人 能无外地修持佛法 解脱苦乐 抵达无忧之尘 学佛人不持别解脱戒是不可能的 行者若缺此 便只是一个学佛人的静影而已 缺乏修行的基础 极非真实的修行 忍辱的定义 不是拼命地忍耐虚辱 而是指即使在受辱的情况下 也能保持内心的和谐与平衡 爱是本性状态所散发的芬芳 即使你是单独一人 你也会被爱的能量包围 不管对谁 爱的状态是没有指向的 如果你怀着利益一切友情的心念吃东西 盘子里有越多食物 你吃了越大堆的东西 就累积越多善业 每吃一口就积聚浩如虚空的功德 你吃越久 生活就变得越富足 越有意义 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 乃至于珍惜生命 不了解生命的人 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 佛陀说 人在此世之间 杀害其他生物 即使会招来幸福 这种幸福也不是有慈悲的贤者所该要的 文思修的结合 与保持均衡发展是必要的 我们必须把修行和自身的行为连在一起 破法中常说 他说你是自己的主宰 没有你办不到的事 要真正去深入金藏 现代的人 看金藏都意思意思 这样不会成长 真理也就是空 一个五脸 一个五脸皆空的人 是不生烦恼的 是不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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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物自身 都是平等的 都是平等的 一体的 是不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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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产生强大的念力 减少妄念 是不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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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202-608 012-001-2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 及活动相关之 供养僧众 供灾 点灯 慈悲诗食 要供焉供 慈悲之夜 花莲中心 特会病苦众生 起见 21日药师法会 恭送药师经 慈药师咒 每日点灯 供水 要供及干露诗食 恭请常驻法师 主法领众 日期4月15日起 至5月5日止 时间 每日下午1点半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 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余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会 高雄中山书方 城镇义公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21-2323 地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四百七十二号七楼 印经功德殊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一切菩萨摩赫萨摩波罗蜜 不死千两非联系 准备一切菩萨摩 最下集сон 均手 五百七楼 大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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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关于这个问题 佛教里面没有绝对的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佛教是转化的法门 转化 就像祖先觉得他没吃饱 佛教就用蒙山施石这个法门 甚至有一些人他有烧烟供 就是把食物做布施给祖先 这也可以啊 但是呢 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 我给祖先食物啊 我给祖先烧很多啊 这是不究竟的法门 所以我们说呢 佛教最重要的重点是 我透过蒙山施石 我透过做烟供 乃至于透过烧纸房子 烧纸钱 我一边烧的时候 一边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甚至我可以 如果你有修慈心观的 南传佛教的 学缅甸泰国佛教的 你可以修慈悲心 那如果你是修密宗的佛教的 你可以念咒语 念佛的真言 这都可以 那呢 透过这样烧的仪式 我们是让祖先觉得我得到了 他得到什么呢 他得到佛陀的加持 举例来说 我们小时候我们都不敢吃药 所以呢 那个医生就会把药 装在糖果 有没有 胶囊糖果里面 你看起来像糖果 但是药在里面 或是说我把药磨成粉 加一点糖 小朋友会觉得 我在吃糖粉 结果那里面有药啊 所以呢 精子乃至于这些食物 乃至于这些香 这些拜拜的祭品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方便 佛教里面没有排斥 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允许 这些都是方便 我们透过烧金子 祖先很开心 然后跟他说 你要念佛 你要去极乐世界 你要放下你的执着 你要放下你的贪心 你要离开痛苦 那他就会觉得说 所以今天原来烧金子 我得到只有金子 但是如果我今天又念佛 我去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有很多的黄金 有无量无边的宝物 他就透过世间凡夫看到的这个金子 而看到了最后看到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所以佛教没有排斥你不可以做什么 而是你要转化它 烧金子 我要透过 我烧一张金子 念一句佛命陀佛 那至于呢 我今天烧子房子 希望众生都看到极乐世界 这个呢 在佛教里面有一本经 叫做华言经 华言经里面讲的就是 你要如何用心 善用此心 所以在华言经里面讲 你看到草的时候 你要希望众生的善根 都像草一样 越长越茂盛 同样的啊 我们用这个道理套过去 我烧金子的时候 希望众生都能够看到极乐世界 好多钱啊 好多黄金 这都是欧弥陀佛的功德啊 我烧子房子给祖先的时候 希望大家看到极乐世界 哎呦 欧弥陀佛的功德 有这么多清静庄严的楼阁 这么多清静庄严的房子啊 所以佛教里面 这都是可以的 但是记得 我们要透过修行去转化它 我们不是只有烧给它 增加它的欲望 而是用这个方便 让它能够离开痛苦 得到究竟的快乐 去到极乐世界 作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起最大的风